影片快转连结在置顶留言里 中文字幕开不开都一样哦 首先说明无刻平民队的输出手法及组合 凯亚放兵 丽莎放雷 兵加雷会触发元素反应 超导 超导的作用是大幅降低敌人物理防御力 受超导影响的怪物身上会有黄色箭头图示 平常打怪像抓痒 放超导后物理伤害就明显增加很多 如果先放雷再放冰也可以触发超导 如果放雷再加上主角的风 就会触发扩散 风跟传染并一样 会把现场的元素往外扩散并传染给其他人 然后这个超寨可能是左边怪物的武器有火 刚好在被风扩散出去时跟雷产生元素反应 所以就额外跳出一堆超窄伤害 如果想补血就换女仆上护盾 在护盾效果期间 女仆每次攻击都有50%几率为全队补血 虽然效果不是很好 但谁叫你爸不是有钱人 没课金就加减用吧 接下来看鸳月祝福 冲刺时会留下一个能量圈 一秒后爆炸 具体操作方式是在怪物旁边进行闪避 然后地上会冒出一个能量圈 爆炸时产生物理伤害 这边爆炸伤害有700是因为怪物身上有超导 如果没有超导 能量圈的爆炸伤害就只有300 所以你觉得超导重不重要 然后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不带安博来打这只怪物 安博连续命中弱点可以让他瘫痪 但是安博本身就是国际认证的垃圾 浪费资源培养他没意义 另一个重点是 要精准命中头部 对手残来说很难 所以除非你技术很好 可以设得很准 不然就不要浪费时间用安博 接下来复习一下 凯亚放兵 丽莎放雷 引发超导后换主角放风 如果能顺便制造能量圈就更好 如果对方浪起来转圈圈 换丽莎陪他玩 游戏中不同的队伍 跟不同的怪物会有不同的打法 无课前期只有丽莎跟主角的输出能力算还不错 之后要等入手相灵或抽到更厉害的角色 才能进一步提高输出 相灵的免费入手方式是冒险等阶先升到20 然后通关深境螺旋3-3就可以领取 另外 女仆石抽必重 只要你想要都可以无刻弄到他 接下来说明深境螺旋要怎么去 当你冒险等阶达到20级后 到誓言甲找三只蓝色的肥虫 第一只应该是在影片的悬崖上 把他赶到下面的这个风场 然后往左边看 会看到树后面也有一只蓝肥虫 一样把他赶到风场 最后往地图正上方看 树后面有一只蓝肥虫 一样把他赶到风场 三只都找齐后 风场就会启动 还可以顺便获得成就 往上飞进黑洞 然后就会看到深境螺旋的入口 以上 孤狗姐姐配音 后面附入角色面板 及深境螺旋第三层实战讲解 881 接下来我们实际打一场 深境螺旋 那渊月祝福是这个 然后 地脉异常应该固定是这样子 这边选主角 女仆 丽莎 凯亚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buff的话 选这一层都有效的 这一个 第三层都有效 他每一天好像都会换 换一种效果 所以不是每次都一样 然后这边把怪物引到旁边来 通通通都引过来 再来瞧好位置 吹风 这个位置瞧反 有下去吗 然后弓手要赶快过去清掉 这边这个可以回复元素能量 这攻手射到超痛的 好 再来去换另外一天 应该伸出来了吧 没有 现在才出来 吹下去 吹一下 哎哎哎哎哎 吹下去 这边换女仆来补血一下 他有护盾的时候 每次攻击有50%几率 可以帮全队回血 然后顺便也可以推怪物 推下去 拿盾的他也照样可以推 他刻意去格挡的话 最后一刀就推不过去 好了应该可以了吧 比血补够了 然后这三只的话 进去大招 进去扩散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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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拓 嗯,接下來這一層的話 我比較喜歡這一個 傷害提升20% 而且它是每一層都生效 然后这边先换女僕来补血 推一隻下去 小心自己不要被推下去哦 那这边伸出一堆怪之后 拿好方向全部卷下去 大成功 再来中间这个可以回复那个 诶,没有了 这些最讨厌 因为他们是冰属性 你不边推边帮主角回血 好,这样都推下去了 胖子比较 背比较低 所以说人胖也是有好处的 嗯,然后这边能量不太够 好吧,换女僕 人素能量 不然的话直接用主角把他们全 全推下去就好了 那只胖子是两贯式的攻击 打到了 才正在讲 要小心一点 然后换女僕来回血 这一层慢慢打没关系 就是主要把全队的血量弄好 都加满之后再到下一层去 像现在就是最好的状态 像现在就是最好的状态 而且争计有这两个 所以这一层的话 呃,有攻击力加30% 这一间生效,刚好 可以 他这个buff每天都会换 所以 不是说 你来,你来就一定是这样子 出角色 可以带一下,不要看照闪 好 后 冰 主角 我给 Gillian 一圈 然後 B 主角 能量圈 B 給 給 再補一個B 破防 能量圈 喔咿 喔咿 雷 雷 放大招 雷 雷 雷 主角 能量圈 好 兵 雷 雷 雷 主角 大招 很簡單就過了吧 接下來我們來看角色面板 冒險等階20 然後 主角的話 等級39 女僕30 麗莎35 凱雅跟那個安博就 練到20級就好了 因為後面有一個主力選手 香菱 你打完這邊就一定會獲得香菱 然後武器的話這一把是那個 冒險等階升級之後送的 所以你一定會有 只升到20 夠了 這女僕隨便 麗莎的話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哪裡撿來的 只有三星所以不用太在意 那 呃 凱雅跟安博就隨便了嘛 那兩隻是串場的而已 接下來看聖遺物 這邊有戰狂 跟行者之心的套裝效果 然後這一件 那個 我把它升到加10 女僕的話稱幸運 因為她幸運越高 補血的量就越多 還有大招的傷害就越高 所以她很適合稱防禦 防禦哦 麗莎的話 元素精通 教官四劍 那 這兩隻 安博跟凱雅就不用講了 這邊這個 命之座升級的材料 主角是一定會獲得的 那其他角色就 都沒有 因為我家很窮 好 那就這樣子囉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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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